下面我们以中国38集团军某合成化营为例 看看现在的精锐的小型合成化军队 怎样武装到牙齿 该营编制如下 一个营指挥部 装备二辆装甲指挥车 一辆营长指挥车 一辆炮兵指挥车 均配置信息化指挥系统 坦克一连 装备十辆99A式坦克 这是全球最顶尖的坦克 均配置最为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 装甲步兵三个连 装备三十辆履带步战车 对于复杂地形均有良好的通过能力 炮兵一连 装备一辆前沿指挥观察车 六门120毫米自行破流炮 一辆装甲指挥车 三辆综合补给车 一个自行榴弹炮连 装备六门120毫米自行榴弹炮 一辆装甲指挥车 三辆综合补给车 一个自行高炮连 装备一辆低空搜索预警雷达车 一辆装甲指挥车 六门双连35毫米自行高炮 一个装甲仪器侦察牌 装备一辆信息处理指挥车 一辆雷达侦察车 一辆光学侦察车 该车采用维杆式光学综合侦察仪器 配备无人侦察机 一个弓兵牌 装备二辆装甲抢修车 二辆装甲工程破障车 从上述配置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合成化营 不仅具有很强的装甲突击 炮火掩护 铸投放 弓兵支援等传统战争能力 还具有超强的战场侦察 包括装甲侦察车 战场雷达 无人侦察机 防空 电磁与信息化作战能力 这个合成化营编制有几个特点 其一 火力投送能力空前强大 一个合成化营 就配置两个炮兵连 装备12门自行火炮 另外自行高炮连的 六了双连35毫米 自行高炮载 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作为步兵支援火力 这样的火力投放能力 已经超过美军同类和成化部队 这也是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 在这场战争中 美军强大的火力投放 让我军印象太过深刻 现在发达了 自然要武装到牙齿 其二 防空能力很强 一个合成化营 不但有独立的防空连编制 连装甲部战车 也配置大量单兵防空导弹 这也是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因为我军完全丧失制空权 步兵又缺乏防空武器 所以部队运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未来战争我军主要假想敌 就是拥有强大空军力量的美军 所以我军非常重视陆军防空能力建设 其三 通讯与指挥能力很强 一个合成化营装备 各类装甲指挥车达到六辆 每辆指挥车都配置信息化指挥系统 特殊情况下都可以作为全营指挥部使用 如此豪华的指挥系统配置 还是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因为我军团以下部队 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五次战役以前 部队联系主要靠传令兵 军号与哨子 如此简陋的通讯条件 让部队联络指挥受到极大的限制 战场信息无法得到及时传达 对于战场指挥影响极大 所以 现在我军对于通讯 与指挥联络空前重视 合成化营这样几百人的部队指挥车 就配置六辆 即使损失五辆 也不会影响全营作战指挥 最后 这样的合成化营 对于土兵素质要求极高 比如我军合成化营技术兵种占比 就高达百分之四十 包括装甲 火炮 防空 电磁 信息化兵种 这些技术兵种 不但要求熟练 使用各种技术装备 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修复能力 所以 自己不具国产化军工能力 即使能外购装备 是很难形成合成化作战能力的 以上还只是我军合成化营一级的编制 合成化营上面就是合成化履 我军一个合成化履下辖八个营 包括四个合成化营 一个远程数字化炮兵营 一个防空营 一个作战支援营 一个作战勤务保障营 当战争规模上升到合成化履这个级别时 除了合成化营自身的装备 合成化履所属 一是40管122毫米模块化火箭炮 红旗-10反坦克导弹系统 也可以为线部队提供强大的远程火力支持 另外还有更为强大的防空营 为陆军机动撑起一把防空保护伞 合成化履上一级就是集团军编制 集团军不但配属有陆航履 拥有5直10、5真19等直升机 可以给合成化履提供空中支援火力 还拥有300 370远程火箭炮系统 火力覆盖距离达到300公里 甚至还可以获得军属东风战术导弹系统 这样的大杀器 消炬 获集 遇到 炼